大家好,現在是2023年10月一日 今天是中共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紀念日 在此要來唱一首歌獻給中共 開始唱 好,結束 這個最近發現一件細思極恐的事情 我還以為說台灣已經有生化人了 那就是以前我常常去吃的一家外省麵館 我每次都會像老闆 這個老闆大概就是40幾歲吧 老闆來碗麻醬麵 大條的大碗的 就是那個麵條要扁扁大大的 大外省麵啊 大條大碗的 然後 一碗 混沌湯 再切一盤滷菜 我大概就是全部加起來一百五十幾塊 前天啊我去吃一百五十五塊 我已經有好一陣子沒有去了 因為本來是老闆親自煮的 後來他好像要讓兒子接班嘛 所以就由他的兒子 來煮麵 主廚啊 他的兒子二十幾歲 本來都只是跑堂的而已 幫忙端菜啦 他爸爸主廚 但是後來 他爸爸可能是想退休了就由兒子 主廚 結果我發現那個麻醬麵 走位啦 就是 乾濕度沒有那麼 捏得那麼恰到好處 就是比較濕啊 後來我就 有一陣子 看到他兒子在煮主廚 我就放棄吃麵 前天啊又發現 老闆又親自在那邊煮麵啦 我很高興趕快轉進去 老闆麻醬麵大條大碗的 混沌湯 再切一盤滷菜 我就在那邊點滷菜 剪了豬頭筆啦 新竹貢丸啊 還有 不知道什麼 我忘記了 全部加起來150元 然後這個 等到老闆把 把這個 混沌麵端過來 我馬上就給錢了 給錢了之後 迫不及待的 吃麵 結果讓我 嚇了一跳 完全完完全全走位 完全走位 世界末日要來了嗎 台灣已經有生化人了嗎 這個老闆 只是樣子很像的 複製人啊 雖然外表完全一樣 但是手藝 卻完全不一樣 不曉得為什麼 那個麵條就是 完全沒有吸收醬料啦 乾乾 乾乾粉粉的就是 好像 那個 麵已經晃很久了 可能的情況就是 根本就沒有人像我 一樣 點那個 大條的外省麵 沒有人會吃這種麵 台灣人 台灣人不習慣吃外省麵 台灣人 都吃那個什麼 圓圓的 紮紮實實的 意麵 或者 QQ的意麵 或者是什麼 陽春麵 沒有人會吃這種 大條的 扁扁的 有點像美容湯板條 有點像 有點像美容湯板條 但是美容湯板條 但是 它是很湯的啦 然後這個外省麵 外型像 但是沒有那麼Q啦 沒有那麼Q 也 也沒有那麼 那麼經營剔透啊 但是 這樣的麵好像 好像比較少人吃啊 或者是怎樣 它可能就這樣存放過久啊 那個麵吃起來就知道說是 放太久了 已經有橡皮蟲 吃過了 所以就 感覺上就是要粉掉了啦 然後也 聞不到麻將的味道啊 因為那個麵已經沒辦法吸收那個麻將 或者說他麻將 他們麻將的醬汁已經沒有了 也就是說他們的麻將原料可能 不是他們自己調的 而是還要有人供應 而這個供應的人 已經消失了 一個武漢肺炎下來 很多人都已經消失了 人走茶樑 所以他 他已經沒有麻將 結果當然煮不出 原汁原味的 麻將麵 後來我不得不 把它店裡所有的 醬料啦 什麼辣椒啦 沙茶啦 醬油啦 醋啦 胡椒粉啦 所有的阿魯 阿魯沙克 七八瓶全部把它 加一加 每一種都加一點點 然後把它攪拌這樣 配上餛飩湯啊 勉強 勉強啊 勉強啊 再配上滷味這樣勉強把它吃完 但 感覺啊 好像世界末日就要來臨 再來第二點 再來第二點 就是 最近 不是最近 已經持續 持續很久了啦 就是 以前很久以前就突然間我 我 從我家門口 我 出來就突然間有一個年輕人衝過來 然後就遞上一張名片 說他是某某立委的助理啦 然後 請多多支持啊 然後就走了 那大概是半年前吧 結果最近一個月呢 那個年輕人他穿上 他已經穿上那位國民黨立委 女的啊 女立委的背心 然後 就在垃圾車來的時候 我拿著垃圾要去丟 我拿兩大包垃圾要去丟 那個年輕男人 年輕男子就衝過來 幫我 把兩包大垃圾 拿去丟啦 這 已經一次了嘛 所以 我就 隔很久 因為我 比較急緊啦 我不曉得為什麼 我又不認識你 為什麼要這樣子幫我 不大習慣啦 因為以前從來沒有人會幫我啊 二三十年來我都是 自己孤獨一個 親戚朋友同事啦 沒有一個人說會來幫助我的 沒有 沒有幫助 還算了 還就是把你當奴隸啊 當狗這樣 叫你做東做西啦 不然就順便幫你摘一下 然後每次都看你在那邊痛苦 那些親戚朋友大家都 笑得很開心啊 就是 看到的就是別人 以你難過為樂 這樣 這樣突然間有一個年輕人每次跑出來幫你拿垃圾 我就覺得很不適應啦 完全 完全無法適應啦 而且很害怕 覺得 是不是有什麼事情要發生了 所以我就改 所以我就改在 改那個 因為我們那個社區啊 那裡是很熱鬧的地方 垃圾車每天都有啦 但是 雖然每天都有 但是它是不同的梨 隔著 隔著一條馬路就是另外一個梨 另外一個梨 它是 它是在中午的時候送的 啊這個 梨是在下午的時候收的 也就是說 每個梨來收垃圾的時間不一樣 所以我就 現在我就不在我這個梨那個時間去丟垃圾 我就故意 到 不同的時間到另外一個梨的那邊丟垃圾 反正 反正就是 走幾步路而已啊 如果 我在我自己的梨丟垃圾 我大概走 走 走十步啦 因為垃圾車來大概就是停在我家前面 十步的地方 是很近啦 啊如果是另外一個梨呢 大概就停在我家的 另外一個方向 二十步啦 十步跟二十步 多了十步 啊但是 這個還要過一個大馬路啦 還要過一個大馬路 那 我就 我就都改 改時間去丟 就沒有 看到那個年輕人 但是一個月 過了一個月啊 我想說應該 那個年輕人應該不會再出現了吧 前幾天就是中秋節前夕吧 我又拿 我又拿兩大包 在自己家前面丟 沒想到那個年輕人又 突然間又出現了 然後他都沒有去幫助別人 他就只幫助我而已 我說很重耶 很重耶 為什麼要幫助我 我終於忍不住問了啦 他就說 啊就是要讓你早點去休息啊 天啊 天啊 是要殺了我嗎 叫我早 讓我能夠早點去休息啊 因為我都對人很提防 這是要殺了我嗎 好讓我早點躺著 去休息啊 我真的 相當的害怕 然後我就試著問他說 啊你那位 立委 我知道我常常看他的影片啊 那個他對兒童的福利相當的照顧 然後讓年輕人笑的 是啊是啊是啊 稍微聊了一下 然後垃圾車就來了 因為我都是在垃圾車快要來的時候 已經在另外那個大馬路他要轉進來啊 已經就要轉進來的時候我才會把門打開來然後 然後衝出來倒垃圾 沒想到這次還是被逮到啦 他就是硬要幫我丟垃圾啦 然後垃圾車來了他就很很很用力的把那兩包很重很重的垃圾拿去丟 當然啦我有跟他說啊我一定會投那個立委的 那位呂立委 還在觀察但我真的不適應啊 拜託不要再幫助我了好不好 我就是習慣沒有人幫助的情況嗎 突然間有人說要衝出來幫助我 很不實際啦 真的難道世界末日來了嗎 這也是複製人嗎 好吧 那那再來就是 投奔到美國的那個中共的生化專家 那個姓 姓石吧 石 石利品還是什麼 他在研究武漢肺炎說 現在要出現了100多種 武漢肺炎新變種 然後其中有60幾種 是可以傳染給人類的 那20幾種啊 已經有發現20幾種變種 是相當可怕的 可以傳染給人類的 而這20幾種之內 已經有6種 已經傳染給人類了 所以這6種 致命力很高的 武漢肺炎變種病毒 可能會再次 肆虐人類啊 也就是 大家苦日子又要來了 在此要勸那個蔡政府 或者即將上任的賴總統 以陳時中 敗選的經驗 教訓 以前當兵的都知道有一句話叫做 不做不錯啦 你沒有做事你就沒有錯誤 你看陳時中 就是做很認真嘛 每天在那邊開 開記者會 結果那些 沒辦法開店經營生意的 他們 他們都把全部的罪都怪在 陳時中身上 怪在民進黨身上啊 所以這個九合一大選民進黨慘敗嘛 所以說 新的武漢肺炎來的時候 民進黨政府 你就不要再開這種記者會了 你如果要開記者會可以啦 你選用的人 你不要選那個姓陳的 不要選那個姓張的 這 姓陳的他有一個特性就是怎樣 姓陳的人他在公眾人物 的面前 他就是 都是會表現出一副 很親和 然後 賤人 賤人就叫爹娘 賤面熱啦 賤面就好像認識很久了 跟你打哈哈很熟啊 抽煙喝酒 姓陳的就是這樣啦 親和力很夠啦 啊親和力很夠 但是 你要知道東和末那個陳燈 陳燈就是這樣的人啊 大家都誇他 人眾之龍 什麼這個 人眾之龍啊 正人君子啊 什麼好的名聲都歸他 真正的組織 就會被他害到 啊他 姓陳的自律不夠深遠啊 只會 搗亂而已啦 你看 每天開記者會 陳時中自以為感覺良好 他沒想到說台灣人恨他恨得癢癢的 那些不能開店的人他不會想那麼多啦 他每天想的就是誰下令不讓我開店的 他們就只恨這個而已啊 啊你如果找姓章的大概 大概也是跟 跟姓陳的大概也是一樣這個姓章的 姓章的歷史上也沒有出過什麼好人啊 只有小說裡面出現一個張飛好像 你罵別人罵得很慘 你就好像自己是好人 大家都被這種誤導 真正的好人是怎樣 真正的好人就是 不會討好別人啊 不會說在工作面前他好像是好人 他在工作面前他照樣側幹 如果說 這個民進黨政府當初選的 這個衛福部部長是 像呂布雙口呂這種人 如果讓姓呂的來當衛福部部長他 他不會開記者會啦 不會每天啊他可能 三天開一次啊然後他每次 開會可能一上台 一上記者會說 今天死亡 今天死亡 38個人 這些人死的好 死的活該啦 死了啦 叫你們戴口罩不戴口罩 喔 死了也好啦 台灣人口減少 再來 改天 三天後他又來開記者會 今天死亡人數100多個 這死了 啊店也不要給我開了 從明天開始 這個店啊 公共場所都不只 這個店裡面都不可以 吃 吃東西 誰違反規定呢 警察你就給我處罰 給我打 黑人的打 如果他叫像呂布這樣 雙口呂的人來當威福部長 大概就是會這樣 大概就是會這樣宣佈啦 這樣馬上 病情就結束了 不會拖那麼久啦 大概 大概這樣 姓呂的威福部部長 只需要 開個五次 五次的會議就結束了啦 當然啦他還會下一道命令說 誰 去中共那邊把病毒帶 帶回來台灣的馬上槍斃啊 就地政法 啊你們不信嗎 有一天 就是 這個防禦旅館有一個 去中國大陸地區的 回來 逃亡 不按照規定住防禦旅館跑出來 這個姓呂的 衛福部部長 因為他有特殊的行政命令嘛 他可以下令 軍警 去抓這個人 抓到 那公開槍決喔 就在 直播 直播時間啊 把這個 沒有 按照規定從防禦旅館逃出來的 一家三口啊 可能假如說一家三口 全部 公開處決 由 姓呂雙侯呂的部長 親自 開槍 砰砰砰 三槍 三個人全部腦袋開花 躺在 躺在所有人的 這個前面鏡頭前面 大家都看得到 我跟你講 這樣子 這樣子 搞啦 這種記者會只需要開五次就夠了 以後沒有人敢再亂來 你看 你讓姓陳的 人人好啊 笑咪咪咪啊 人緣這麼好 結果呢 九和一大選大敗了 當然的 我這個是在 反鳳啦 反正 反正這種事情 真的很難做啦 好啦祝大家健康 好 好 說 好 說